去年,香港娱乐界掀起一场空前盛宴,百亿富三代施博雄,携手娱乐圈天后吴谦宇,举办了一场梦幻婚礼,不仅家长亲友其聚,更有誓言的交汇和浪漫的吻,成为无数粉丝津津乐道的焦点。 施态的新身份吴谦宇成为施态后,首度亮相澳门,媒体亲切地称呼他为施态,然而他坦言这个新的称呼,依然让他有些不适应。 食物中毒的瘦身经历,结婚前一天竟然遭遇了食物中毒,身体一度发烧发冷,六七位朋友也因同样原因中毒,为了不影响婚礼,吴谦宇硬是顶过这场意外。 在被问到是否双喜临门时,他幽默地表示,之前可能有点肥,但最近瘦了,食物中毒五天吃不了东西,相信现在没有人怀疑了。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这位曾经的女王居然因为食物中毒而瘦身,而对于未来是否迎接新生命。 他坦然表示,是个有计划的人,失态的形象大改造,吴谦宇和施伯雄参与内地真人秀爱的修学旅行。 不得不说,那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洗白之路,只用一句话就成功洗白,还让前任凌峰成为众矢之地,完全让大家忘记了他当初是怎么绿了凌峰。 在恋爱期间,和陌生男人当街调情,被扯掉内衣,躺在街上回不了神的,外界纷纷猜测他是否只是眼红施家的财富,才嫁了过去。 26岁的吴谦宇本是小有名气的模特,靠着自己好身材,在时尚圈混得风生水起,他性格开朗大方,交友广泛,拥有不少富二代,豪门公子的朋友。 大家都说,以他的条件和人脉,随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结婚都不成问题。 但是,当这个香港首富师是家族的少爷施伯雄,出现在他生活中时,局面立刻变得不一样了。 哪怕已相恋一年有余,吴谦宇仍然感到紧张和不安,因为他深知,在施家人眼中,他当真不过是为钱而来的老女。 其实,吴谦宇和施伯雄的恋情,一点也不顺利。 他在19岁时,便和林峰英系生情走到了一起,彼时的对方,事业正当红,拥有无数粉丝,对于他们的结合,大家都并不看好。 因为他是典型的一部戏换一个女友,绯闻女友一箩筐,但是,渐渐地,大家发现,他对这个小女友似乎和从前的历人都不一样。 从未公开过女友的他,刚和他在一起,便十分大方地在公开场合秀起了恩爱,甚至还曾当着记者的面,疯狂向对方表白,连说了七个好爱BB。 不仅如此,对外一向抠门的他,对小女友则是有求必应,各种奢侈品送起来,毫不手软。 在女友生日的时候,更是传出送了对方价值三千万的豪宅,两人还经常被拍到一起逛街,横扫商场,他跟在女方身后,只为刷卡踢包。 就连男方的父亲都亲自下场表示,儿子从未花过这么多钱,这个女还不简单。 曾经在恋爱期间,更是被拍到在酒吧乱抱男人被埋凶并扯掉bra。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谦语抱住一个男人,而男人的头应该是在吴谦语的胸部。 吴谦语笑得还挺开心,两人就以这样的姿势往前走,然后吴谦语不小心倒地,而男子也是抽出身来,同时手上还拿着一件黑色胸罩。 吴谦语则躺在地上久久缓不过来神,真的是让人有点无语了,和林峰还没有分手的时候,就被说过搭上了施伯雄,在应斯上传的途中就发现他坐在了施伯雄的大腿上。 两人最初只是普通朋友,有一次聚会喝醉了酒发生关系,吴谦语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他本不想把这段露水姻缘当真,奈何施伯雄却对他一见钟情,五体投地地追求他。 吴谦语起初抗拒,但最终还是被对方真挚的情谊打动。 当两人正式交往后,施家人很快察觉,立刻表态反对这门婚事,因为在他们眼中,吴谦语的出身和际遇实在与施伯雄不般配。 面对施家的反对,吴谦语心中充满委屈,他自问并非故意接近施伯雄,而是真心喜欢上了他这个人。 奈何对方家人并不相信,只把他视为败尽的小三。 为了证明自己,吴谦语在恋爱期间过得小心翼翼,深怕任何言行举止被视为在博取施家的欢欣。 婚礼当天,新娘吴谦语脸上虽挂着幸福的笑容,心里却忐忑不安。 她望着宴会厅内冷清的场面,不禁胡思乱想,难道施家人就是不接受自己才没有出现在婚礼现场? 吴谦语和施伯雄的婚礼在2022年7月15日举行,结婚的地点选在了香港港岛区的一家高级酒店,预定了一个宴会厅。 然而,这场婚礼的布置和程度却比不上其他香港豪门举办的婚礼那么奢华高调,反而破位低调。 新娘吴谦语的婚纱不是名牌定制,也没有穿着昂贵的珠宝。 宴会厅的布置简单大方,鲜花和装饰并不算奢侈,请来的宾客除了两家亲朋好友,并没有其他社会名流。 吴谦语本人也没有精心打扮,素颜出现给人的感觉很自然,其实吴谦语心里也很不适滋味,他本想着总算嫁进了施家这个香港顶级豪门。 婚礼当然要办得体面精美,好好彰显门当户对的体面,奈何施伯雄对此并不上心,他一个女生又无法做主。 最后的婚礼办得如此简陋低调,证明施家根本就没当一回事。 这让吴谦语深感没面子和难堪,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谦虚低调,不能表现出丝毫的不满,生怕任何言行举止都会让婆家觉得他果真是奢侈败金的老女。 施伯雄作为施家的嫡系少爷,平时衣食无忧,却没有在婚礼上大肆铺张。 有评论猜测,他对新娘的要求并不高,不在意娶的是老女,也不在乎婚礼的奢华程度。 只要两个人相爱即可,亦有人认为施伯雄深知吴谦语的家世出身,担心铺张的婚礼会让他自卑,所以有意低调。 这个问题似乎只有施伯雄本人清楚,无论如何,吴谦语都暗自发誓,一定要让婆家看到自己老女的本质,从而真心接纳自己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2023年12月24日,平安夜,这是吴谦语嫁到施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 他本想着要好好体现一个贤妻贤母的样子,精心准备一桌丰盛的节日佳肴,让婆家见识见识自己的手艺和靠得住。 奈何施家上下并没有安排什么家族团聚或聚餐,大宅里静悄悄的,就剩他和施伯雄两个人过节。 吴谦语不禁红了眼眶,心想婆家人是不是仍然没有完全接纳自己,才会在这样的日子都无动于衷。 他偷偷是去眼角的泪花,让施伯雄去客厅布置圣诞树,自己则来到厨房,开始忙前忙后的准备节日大餐。 其实,吴谦语对圣诞节并不算热衷,婆家人避而不见,让他一个人在大宅里举办晚宴,实在是有些落寞和丧气。 不过转念一想,能跟施伯雄两人世界也不错,他摆脱掉脑海中那些有的没的猜想,开始认真投入到准备一桌可口佳肴中去,等婆家人哪天真正接受自己,再邀请他们来尝尝自己亲手做的美食吧。 吴谦语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家中过圣诞节的照片,从照片中的背景可以看出,他和施伯雄居住的豪宅面积很大,但是房间的装修和布置却出气的简单。 客厅仅放了一套简约的布衣沙发,墙壁没有任何装饰,看不出有名家名作,圣诞树和房间的装饰也都很朴实,没有名贵的插花和精美的圣诞挂件。 有网友留言质疑,这个布置也太过简陋,不像是一个儿子会为新婚妻子准备的豪宅。 吴谦语连忙回复,称是自己比较朴实,不喜欢奢侈的生活方式,其实他心里很不是自卫,奈何自己的处境,终究难以向外人倾吐。 他只能强打精神适应,并暗自发誓,定要让婆家看到自己的诚意,从而真正接纳他成为这个家的妇女。 吴谦语发布的圣诞夜晚餐照片中,餐桌旁只有他,施伯雄和一对小夫妻。 其实,吴谦语原本是盼望着能有一场热闹的家事团圆晚宴的。 按理说,施家作为香港名门望族,施子清老先生有四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可以说是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这个时候,整个施家三代人应该团聚一堂,举办温馨隆重的圣诞聚会才对。 然而让吴谦语颇感失望的是,施家上下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出现,他苦笑着端出手工烤制的火鸡和蛋糕,心想这么丰盛的节日大餐,就剩自己和施伯雄两口子,对面无言的大眼瞪小眼了。 其实施伯雄也很想让家人们参加,只是他的几个哥哥姐姐们态度冷淡,父母更是直接拒绝来赴约。 他们对吴谦语这个门当户对不服的儿媳,简直不屑一顾,认为他是拜金而来,施伯雄为难之下,也只能让吴谦语失望了。 无奈之余,吴谦语硬打起精神,和施伯雄还有另一对好友开开心心的切火鸡敬酒闲聊。 他强忍着内心的泪水,暗自发誓一定会让婆家们也参与到这温馨的画面中来。 他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打动他们,接纳他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 其实,对于吴谦语想要获得施家认可这件事,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毕竟以他的出生和过往条件,在施家人眼里,简直就是典型的不三不四的女生。 他交友广泛,对金钱的要求也比较高。 他与音乐家林峰的恋情就充满争议,被港媒爆出,林峰为他狂话巨字。 这些过往都让施家人对他既反感又防备,生怕他骗走家产。 所以,吴谦语在获得施家认可的道路上,注定荆棘从生。 不过,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面对,他深知施家人的想法。 所以他会在言行举止上,尽量体现自己拜金的本质。 无论是婚礼上的低调,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简朴,以及自己动手准备节日餐点,所有都是在向婆家示好。 他时刻警醒自己不能表现出任何奢靡的态度,生怕被婆家抓住把柄看扁。 这需要极大的克制和隐忍,但吴谦语有信心和毅力做到。 因为,赢得婆家认同和施伯雄真爱的幸福,是他此生最渴求的。 他真的只是为爱情而来吗? 似乎真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